臨時性的經濟刺激政策及民生政策的負面性問題將逐步顯現 政府出台經濟刺激政策及民生輔助措施的目的 是協助企業及居民應對疫情緩解壓力 其中一些在疫情期間推出的特殊政策措施並不具有可延續性 若長期過度實行,將會產生負面的作用